我是一个哑巴 自我出生起就没说过话 在我之前 我爹已经生了两个女儿 于是他做梦都想要个儿子 奈何我与弟弟同时诞生 他欣喜之余 更是多了许多烦躁 面对我这个多出来的女儿 他皱了皱眉 挥手就叫大姐赶紧将我抱走 家中不富裕 他无数次想将我送走 都被阿娘拦下 长至五岁 我还是未曾能开口说一句话 他们这才发现我竟是个哑巴 这下连阿娘都不再愿意多护着我了 于是我变成了我爹眼中的累赘 懂事之后 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去多干点活少吃点饭 避开阿爹的怒气 我十五岁那年 镇上的父护叶家 四处寻找八字香合的女子 想给自家病得快要死的二少爷冲冲喜 可明眼人都知道 那二少爷活不了几天了 而我们镇上许多有钱人家 私下里更有殉葬的习惯 这时候送闺女进去 不亚于送死 可架不住叶家大气 给的银子多 于是不少有位出嫁女儿的人家 都忍不住悄悄递了生辰八字 我爹就是其中一个 我爹是一个乡下人 种了一辈子的田 也没见过那么多银子 用一个看不顺眼的女儿 换回这么多银子 值了 大姐早已出嫁 二姐会说话会干活 比其我更能讨爹的欢心 于是 在得知叶家需要女子冲喜的消息后 她毫不犹豫地就将我的生辰八字递了过去 而恰恰好的是 我的生辰八字与那叶二少爷完美契合 叶家二少爷大概真的病得很重 叶家很快便来人同我爹商讨婚事 来的人也给足了我爹颜面 没人 厚重的聘礼 婚书一样不缺 甚至提出用八台大轿迎我进门 唯一的要求 就是三天内将我嫁过去 乡下人哪见过这排场 我爹乐得一下子挺直了腰杆 喜滋滋地就答应了 出嫁那日 是她第一次对我和颜悦色的说话 三丫头 你爹我养你一场也算值了 今日进了叶家的门 往后要照顾好夫君 好好孝顺你公婆 听到了吗 没事别回来了 听着她刻意压低的声音 我浑身别扭 只是坐在花窖里 低头不语 站在一旁的二姐有些不忍 趁着阿爹不注意 迅速塞给我一个油纸包 路上 我打开一看 是她最爱吃的酥饼 那饼已经碎成了好多小块 却还冒着点热气 也不知道她为了不被阿爹发现 捂了多久 我知道 她是怕我怪她 可面对生死 谁又能不怕呢 为了给足我体面 叶家张灯结彩 二少爷叶静之 似乎真的病得无法起身 于是叶家便让她的哥哥 叶家大少爷代替她拜了堂 很好 没用上攻击 拜完堂后 我便被扶进了新房 路过院子时 我偷偷拽了下盖头 往外瞧了一眼 那挂满红绸的房门外 竟然放着一口硕大的棺材 我脚步一顿 随后轻轻叹了口气 看来传言不假 这棺材确实够装两个人的 踏进新房后 我便被扶着坐在了床边 周围的人纷纷对着我身后的方向行礼 二少爷 我微微侧了侧头 身后的呼吸声有些微弱 可我依然感觉到 那人在努力地靠起身 可可嗨 你们都下去吧 房门被关上 世界乍一下变得安静了起来 盖头突然被接下 一张苍白温润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我正愣在原地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便将枕头旁的一个包裹递给我 姑娘 可可 取你不是我的本意 我不想 不想因我之过 害死任何一个无辜之人 你苛刻 你拿着这些钱快些走 我 我早已在后门安排好人接应 我没有动 只是坐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 姑娘 我回过神 随后朝他摇摇头 他有些着急 话还没说出口 便急速地咳嗽了起来 我连忙扶住他 伸手替他顺气 一口邪猛地从他口中吐出 我豁然站起身 想要去叫人 他手忙脚乱地拉住我衣角 我没事 莫要叫人 可以帮我倒一杯水吗 喝完水 他似乎缓了过来 有些抱歉地朝我一笑 让你见笑了 我这身子 什么情况我自己知道 本不该再祸害一个无辜的姑娘 可未曾想到家父家母执拗至此 我替他们说声抱歉 姑娘 你放心 今日你离开之后 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 绝不会连累你和你的家人 我还是摇摇头 主动上前扶着他躺下 轻柔地替他理了理被子 他有些疑惑 指着嗓子问道 姑娘 你可是不能 我点点头 随后在他不解的目光下起身 走到屏风后 就这房中的水 简单洗漱了下后 我立刻熄了灯火 在窗边的矮榻上躺下 见此 他没再言语 黑暗中 只剩下我们彼此的呼吸声 可我捂着肚子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从早上开始 除了二姐给的那块 差点碎成渣的酥饼 我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真是饿呀 我闭着眼 想努力睡过去 想着睡过去就不饿了 半晌后 床那边有了些许动静 好像是夜静之要下床 它是要方便吗 我需要起来伺候它吗 正想着 我便听见了一旁传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 被放下的声音 我猛然睁开眼 一个身影正转身 朝着床边走去 我起身摸了摸 是一盘糕点 犹豫了半晌 我轻轻 拿起一块咬了一口 又甜又香软 我还从未吃过 如此好吃的点心 有钱真好啊 我狼吞虎咽地 吃完了一整盘的糕点 见夜静之没有动静 便又躺了回来 大概睡着了吧 我刚准备闭眼 便听见夜静之轻轻叹了口气 姑娘 既然你不愿离开 那便这样吧 也当是静之的贪心吧 你放心 只要我活着一日 便会护着你一日 就算过不了多久 我真的死了 也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 绝不会连累你 你会长命百岁的 下一秒 我出声说道 什么 乍然听见我的声音 她默然撑起身子 姑娘 刚刚你是说话了吗 房间内依然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回应 许久 她慢慢靠了回去 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嗓子 缓缓闭上了眼 夜静之 你会长命百岁的 这是第一次 我产生了一点私心 没有人知道 我并不是不会说话 而是我不能 因为只要是我 开口许下的愿望 都会成真 可这却也要付出 极大的代价 我自幼情感淡漠 也从未有人真正在意过 我的意愿和感受 所以 无论爹娘如何苛待我 我内心都犯不起任何波澜 所以当得知嫁到夜家 便能还了阿爹的养育之恩时 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生死于我 不过就是命运如此罢了 可现在的我却突然觉得 嫁给夜静之 似乎也不错 一日 我很早便起了身 听见动静 夜静之睁开眼看向我 可以扶我起来吗 门外的丫鬟听见动静 敲了敲门 随后端着水进来 看见坐在床边的二少爷 他们的脸上都有些诧异 洗漱完毕后 我准备出门去给公婆敬茶 却被身后的男人叫住 知秋 我与你同去 知秋 他竟知道我的名字 脱了阿弟的福 我并未像大姐二姐般 被阿爹随意换作小春 二花 而是名为顾知秋 我爹为了个弟弟 取一个好名字 特地花钱找了镇上一个秀才 那秀才给阿弟取名顾眼里 许是知道我与弟弟是龙凤胎 随手附赠了知秋二字 于是我便得了个顾知秋的名 应是他见过我的生辰八字铁吧 我内心里这么想着 见我许久没有动静 他便只好换门外的小厮进来 扶他下床 见状我只好无奈地上前搀扶住他 一路上 经过我们的下人 都有些惊讶 而这份惊讶 一直持续到 我们到了公婆的院中 婆婆本是官家嫡女 下嫁至夜家后 更是一帆风顺 受尽宠爱 直到生了个病弱的儿子 这世上 哪有人能真的一生顺遂 她一生的眼泪 都流在了这个 说不定哪天就会夭折的孩子身上 还没进门 一个美貌的中年妇人 便迎了上来 她急忙凑到夜静之面前 脸上全是急色 静之 不是让你在房中多休息吗 你怎出来了 夜静之微微一笑 伸手拉住我的手 朝着那妇人 和她身后的中年男子一拜 母亲莫要担心 儿子已经觉得好多了 老爹娘担忧了 知秋 这是父亲母亲 我回过神 连忙冲着公婆行礼 婆婆这才回过神 激动地上前抓住我的手 好孩子 娶你真是娶对了 竟知都能下床了 从未有人对我如此热情 一时之间 我有些慌乱 夫人 公共出生打断了婆婆的热情 声音中有些无奈 对对对 见面里 看我都给忘了 婆婆急忙转身 将身后的盒子递给我 知秋 这是我嫁进来之时 我的婆婆赠我的玉琢 现在我将她送给你 我看了看身旁的夜静之 她冲我微微点点头 我接过后 立刻行礼仪表谢意 紧接着公共又递给我一个木盒 孩子 这是城南几家铺子的地气 只要你能与静之好好的 夜家不会亏待你的 这里太大了 我犹豫着不敢接 身旁的夜静之抬手接过 那孩儿替知秋谢过父亲了 我连忙跟着弯腰行礼 公共对我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了夜静之 喜悦之色异于言表 先坐下用膳吧 江南的铺子出了点事 你哥哥一大早便出发赶去处理了 等他回来再来见过你们 他要是知道你身体有了起色 定会要高兴坏了 夜家的早餐很丰盛 不仅有熬得粘稠的粥 香气肆意的肉包子 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各类糕点 在家时我只能吃一碗 没有几厘米的稀饭 或是硬邦邦的馒头 偶尔出现的鸡蛋 肉包子都是阿爹和弟弟的 所以哪怕我在克制 还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身旁的夜静之 亲手给我加了一个包子 尝尝这个包子 里面有笋丁 猪肉和鸡肉 很好吃的 我接过后 便忍不住咬了一口 汁水瞬间在口中爆了出来 肉香四溢 我满足地瞇了瞇眼 难怪阿爹和弟弟都爱吃 在我吃完三个包子 两个南瓜饼 三块牛乳糕和一碗粥后 夜静之出生足指道 吃秋 早膳末要吃太多 这些糕点吃太多 容易饥食 你喜欢的话 让厨房的人经常给你做 我这才回过神 连忙放下筷子 有点羞涩地看向周围 夜静之笑眯眯地看着我 面色无异 公婆的脸色倒是有些惊讶 完了 他们不会觉得 我是饿死鬼投胎吧 对比夜静之只用了半碗粥 和半块糕点 我似乎吃的是有些多了 可他吃的也太少了些 我阿爹和弟弟 每次都得吃三四个大馒头呢 要不是家里穷 便是多十个肉包子 他们也是吃得下的 可我见对面的公婆眼中 却充满了欣喜 毫无意见 便只好低下头 还真是奇怪 用过早膳后 夜静之有些疲惫 婆母急忙让我陪她回房 这一趟似乎耗费了她许多的精力 回屋后 她便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微微喘着粗气 我想了想 转身去了厨房 厨房内 聚着一群唧唧喳喳的小丫头 听说了吗 二少爷可以下床了呢 真的假的 不会是回光返照吧 我亲眼看见的 能有假 今早 二少爷陪着新进门的二少夫人 去给老爷夫人敬茶 那脸色是看着红润了不少 要我说 这冲洗还是有用的 这可不好说 二少爷这病 打从娘胎里就带着了 这些年看了多少大夫 都说治不好 成个亲就能好 那干嘛不早点成亲 谁家愿意把闺女送进来守寡 况且还非要八字相合的 听我娘说 若二少爷真有不测 冲洗的少夫人 可是要跟着陪葬的 嘖嘖嘖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咱家妇人娘家是知府 怕什么 不过 听说这二少夫人家里穷得很 这次还是他那爹巴巴地送上来的 也是 要不是咱二少爷病弱 怎么也轮不到他呀 要是二少爷真好了 那确实可惜了 二少爷长得好看 又有才 配这么个香巴佬 还是个哑巴 肠子都要毁清了吧 你羡慕啊 那当初你怎么不嫁呢 可别 我可不想嫁给一个早死鬼 有钱也得有命花呀 我站在门外 听着他们的讨论声 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随后推门而入 门内的声音戛然而止 跟着我来的丫鬟红利 力声呵斥道 都干什么呢 主子的事情 你们也敢乱嚼舌根 都不想活了是吗 说吧 他转身冲着我温声说道 二少夫人 念在他们年级还小 您别跟他们多计较可好 我抬头看向红利 他虽是询问的语气 那架势却是 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 我又转头环顾了下四周 那些丫鬟虽做足了 恭敬的样子 眼中却满是轻蔑之意 像极了阿爹平日里 看我的眼神 嫌弃又厌恶 是啊 在他们眼里 我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雅女 若不是八字相合 嫁给了二少爷冲喜 甚至都不如夜府里 一个烧火丫鬟高贵 我没理他 抬脚朝着灶台走去 早膳时 我便注意到 夜静之似乎胃口非常不好 吃得那么少 身体怎么能好呢 没关系 灶上的事我最擅长了 自我懂事起 家里的饭全都是我做的 阿娘生病的那些日子 也只吃得下我做的汤饭 夜静之还是太瘦了 我得想办法将它养胖些 我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 见我没有要去告状的意思 那些小丫鬟纷纷散去 胆大些的就站在不远处 偷偷看着我 两个时辰后 我端着熬好的汤和饭菜 朝着院中走去 走至门口 又被红利拦下 二少夫人 二少爷的膳食 有专门的人负责 更何况您做的的这些东西 二少爷也吃不惯 您还是自个儿找地方 自己吃吧 这话属实不客气 我没有动作 只是站在原地 静静地看着他 这样一声 门被打开 夜静之奇怪地看着我 知秋 怎么不进来 还没等我反应 红利抢着接了话 二少爷 二少夫人不喜欢我们 为他准备的饭食 非要自己做 这不 正准备去偏房吃饭呢 说吧 他转头看向我 眼里满是得意与挑衅 我没看他 只是朝着夜静之 晃了晃手中的饭菜 夜静之有些惊讶 随即了然一笑 这是你给我做的 我笑着点点头 随后抬脚走进房间 红利以下饭上 去跟母亲说一声 大发他出府吧 温和有力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我顿了顿脚步 他 这是在维护我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这么维护我 毫无理由 我将饭菜不好后 伸手将夜静之 浮到了桌旁坐下 这汤 你放了百合 我点点头 抬手给他盛了一碗 清爽而不腻 纸秋 你手艺真好 我伸手比了笔手势 你喜欢就好 他放下碗 开口朝我问道 纸秋 你识字吗 我摇摇头 乡下丫头 哪有资格学认字 家里有点钱的 也只会送男娃上学堂 纸秋 我教你认字吧 文言 我眼睛一亮 我也可以读书认字吗 许是我的眼神过于灼热 夜静之一愣 随后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以后 我教你认字 你教我手语如何 这样 你高兴了不高兴了 我都能知道为什么 纸秋 你是我夜家的二少夫人 你不需要人 在这个家里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我正愣在原地 其实红利的做法 我从一开始 就没放在心上 在我以往的人生中 我受过的白眼和辱骂 可比这多得多 我也知道 夜家的很多人都看不惯我 特别是看到夜静之 似乎变图立方好之后 可是那又如何 他们一不敢骂我 二不敢赶我走 也阻止不了我做任何事 既然如此 我何不跟以前一样 当作听不见 可如今听到夜静之的话 我却感觉自己的的眼眶 不由自主地有些酸涩 一股无法控制的情绪 从心口升起 夜静之 我默默在心中 呢喃着这个名字 那日 我准备的饭菜 夜静之只吃了一半 可从那些吓人的眼神中 这似乎是一件 不可置信的事情 我看着剩下的饭菜 皱了皱眉 新婚那日 她咳了血 还是得问问大夫 不能一下子补太多 往后的日子里 我便招法地 为夜静之做吃食 陪着她散步 而她再也没犯过病 不仅人胖了些 脸色也逐渐变得 红润了起来 院中摆放的棺材 也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 夜家的那些小丫头们 逐渐开始羡慕我的好命 婆婆得知 那日红利的事情后 私下将我叫至房中 给我塞了一盒子的 首饰珠宝 知秋 这些你都拿着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如果没有 我再带你去买新的 你放心 有我在 夜家没有人 可以让你受委屈 静之身体不好 回门那日 我陪你去 也都怪我们思虑不周 只顾着静之的身体了 早该为你准备回门之事的 我瞪大了双眼 回门 嫁到夜家后 我就从未想过回门 那个家我本就不想 再有任何关系 该还的恩早就还了 根本没有再回去的必要 更何况 哪有婆婆陪儿媳回门的 这合适吗 不等我拒绝 婆婆便风风火火地准备了起来 回门一大早 夜静之陪我走到了门外 抱歉 知秋 让你受委屈了 我攥着她的手摇摇头 夜静之 你永远都不需要跟我道歉 婆婆先开马车的门帘 冲我们打去道 好了好了 晌午就回了 不会把你媳妇弄丢的 我瞬间扫红了脸 夜静之反握住我的手 冲着婆婆点头 那就多谢母亲了 我爹似乎根本没想到 我会活着回门 马车停到家门口时 院中空无一人 我下了马车走进院中 我爹这才打着哈欠 从屋内走出来 看见我 他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三丫头 你咋个回来了 好啊 你是不是偷偷跑了 你个死丫头 你要害死我呀 要死你就自己死在外头 别连累你老子 说吧 便抬手想要抽我 助手 紧跟上来的婆婆 连忙将我护在身后 知秋现在是我夜家儿媳 岂是你说打就能打的 我爹脸色大变 那手硬生生地盾 在了空中 这位是夜夫人 婆婆自幼被骄养长大 从未见过会如此对待 自己女儿的父亲 她心中恼火 打定主意 要帮我好好撑腰 于是秋当下并没有回应我爹 只是看向我温和一笑 别怕 秦叔 把东西搬进来 身后 夜家的管家秦叔带着人 开始将马车上的东西往下搬 城乡的礼物被堆在小院中 我爹的脸上逐渐堆满了笑容 哎呀 亲家 误会 都是误会 这丫头不懂事 我这也是 怕她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丢了你们夜家的脸 婆婆微微一笑 知秋很好 亲家多虑了 如今这门也回了 还望亲家能遵守当日诺言 日后 知秋只是我夜家的媳妇 说吧 不等我爹反应 婆婆拉着我的手 便要转身离开 走 跟娘回家 我心下一热 红着眼点点头 我知道 公婆对我好 无非都是因为我的到来 让夜静之的身体越来越好 可无论怎样 他们都给了我从未感受过的爱与维护 原来 我也是可以有家的 离开顾家后 婆婆并未立刻带我回府 而是领着我去了香满楼 知秋 这家的蟹黄豆腐做得一绝 接个 咱娘俩好好下个馆子 吃完饭 娘再带你去逛逛铺子 我们一起挑些喜欢的首饰和衣裳 你呀 穿得也太素了些 小姑娘家家的 穿点亮堂的才好看 还没等我拒绝 婆婆便按住了我的手 不准说不 长者次不可辞 听话 我咧嘴一笑 伸出手笔出了谢谢的首饰 婆婆一愣 随后小声嘟囔着 回头还是要赶紧找个好大夫 给她看看雅吉了 万一能治好呢 好好的姑娘家 不会说话 谁都能欺负她 不过还真要去学些首语了 不然显得我好像有些过躁 我自小耳利便好 听见婆婆的话 有些哭笑不得 其实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这段时间 我跟着叶静芝学习读书写字 现在已经可以用纸笔 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了 于是吃饭时 我想办法跟掌柜要来了纸笔 写下几个字后 递给婆婆 谢谢阿娘 婆婆的眼眶突然有些泛红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 声音有些哽咽 直秋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另外 娘也要给你说声抱歉 非要娶你过门 是有我的私心在的 冲喜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希望了 更何况 我一不想我的儿子走的时候 是孤单的 我也知道 你定听过那些留言 说我叶家找的不仅是冲喜的媳妇 更是为了要殉葬 娘不否认 一开始 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请你原谅一个母亲 在面对将要失去自己孩子时 因为悲痛产生的不理智行为 直秋 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那样的想法我早已打消 日后 就算静之有了不测 你想走想留 我叶家绝无二话 静之是个可怜的孩子 也是一个优秀的孩子 只因我生他之时 误服了一些药 这才导致他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可他却从未怪过任何人 如果老天需要有人遭报应 我希望这个报应可以应在我身上 只要静之能好好的 这些年 为了治病 他吃了很多的苦 直秋 算阿娘求你 让他开心点好吗 阿娘看得出来 你对他来说很不一般 自从你进门后 他连吃饭都吃得多了许多 我和他父亲更从未见过他 如此开心放松的模样 我眨了眨眼 心中有些感慨 原来这世上 不仅有我爹那般 把子女当作换取利益的人 亦有婆婆这般 为了孩子 无条件付出一切的父母 所以才能养出叶静之那般 温润如玉的人吧 我点点头 紧紧回握住婆婆的手 跟叶静之一样 是热的 回到叶府后 天色已经很满了 我踏入房门时 叶静之并没有休息 只是靠在床头看书 见我进来 他朝我招招手 回来了 今日可还开心 我走过去 伸手替他理了理被子 冲他比了笔手势 晚间天凉 小心受寒 他有些无奈 随后笑着点点头 是我疏忽了 下次一定注意 我看着他 心中突然冒出一股勇气 于是毫不犹豫地 伸出手抱住他的腰 慢慢地将头 靠在了他的怀中 面前的身躯 漠然一僵 随后一双温暖的大手 抚在了我的肩膀上 一下一下地轻拍着 看来我家的小丫头 今日有些难过 是不是卖糖葫芦的前大爷 今日是不是没有出谈 这样吧 过两日 我陪你出去买好不好 再去城南的糕点铺子里 多买两盒板栗酥 刚出锅热腾腾的 可香了 还有 附近给你的那几张地气里 我记得 有一个庄子上 有一汪泉眼 常年涌出温热的泉水 我带你去看看可好 你喜欢的话 我们就多住几日 我靠在她的怀中 一脸般地点点头 谢谢你 叶静芝 我一直知道 无论是公婆对待我的态度 还是叶府上下一息之间的转变 都是因为她 就连今日婆婆陪我回门 亦是叶静芝亲自去找了婆婆 她这样总是对人温柔有礼的人 却为了我 亲自下令严惩了那些 总是明里暗里欺负我的人 可面对那些总是咒她早亡的人 她却毫不在意 甚至 她害怕自己真的突然有了不测 连我所有的退路 都早已帮我安排妥当 叶静芝 顾芝秋何其有幸 能得你如此真心相待 那日不顾她的反对我坚持躺在了她的身侧 而后她叹了口气 伸手将我搂进了怀中 我脸瞬间变得红了起来 有些害羞 却舍不得有任何动作 芝秋 你不能后悔了 头顶传来她的声音 带着不容拒绝语气 怎么会后悔呢 叶静芝 我伸手环抱住她的腰 找了个最舒适的姿势 下一秒 却感觉她的身体越来越热 不会是发烧了吗 我抬手就想摸了摸她的额头 却被她猛然阻止 芝秋 别动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犹豫了片刻 红着脸就想要解开她的衣带 却被她禁锢住双手 她微喘着粗气 声音也变得有些沙哑起来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红着脸往后退了一些 对 她身体还没完全好 得再给她 还是调理调理 而后的半年里 叶静芝再也没有犯过病 除了换季更容易感染风寒些外 已与常人无异 恢复健康的叶静芝也逐渐绽放出属于她的光彩 城中的人在提起叶静芝已不再是会早亡的病老鬼 而是风姿绰约才华出众的叶家二少 城中那些有女儿的人家 也逐渐开始起了别样的心思 在他们眼中 我的存在根本不足为惧 一介雅女 怎配得上天下第一皇商叶家二少妇人的头衔呢 这半年 不仅叶静芝恢复了健康 就连如今的叶家 也成为了天下第一皇商 若说叶静芝自幼才华出众 那么叶家大少爷叶寒芝 就是经商的一把好手 叶家产业交至他手中不过三年 叶家就已从城中首富 一跃成为了天下第一皇商 就连我爹也开始三番五次地给我递消息 想将二姐也塞进叶家 是啊 对比我油盐不尽的态度 二姐更听话 更好操控些 可我早已不是当初的顾知秋了 生养之恩 早已在我出嫁之时 就已报答完了 而这半年的时间里 叶静芝不仅教我读书认字 也教我如何打理铺子 我知道 就算她身体逐渐好了起来 她也一直在努力地 想让我成为能依靠自己的人 在这个女子 只能依附男子的世道 叶静芝的想法与做法 总是惊世骇俗的 她从不过问我从前在家中过得如何 只是像要补足我前半生缺失的 所有爱一般努力地对我好 不仅如此 她一再一步一步地教我如何 对自己好 所以我更不能拖了她的后腿 来我面前挑衅的姑娘 也越来越多 许是欺我不会说话 一次次地试探下 她们的话也越来越难以入耳 终于在一次出门寻查铺子时 我被县令家的嫡女 木可堵在了门口 你就是顾芝秋 我看着她 轻轻行了一个瓶礼 面前的女子吃笑了一声 忘了你是哑巴了 还是个乡下来的哑巴 一副寒酸样 就你这样的 凭什么配得上叶家二少爷 她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是我配不上她 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叶静芝夺步走至我身旁 轻轻为我披上白色大肠 天凉了 出门也不知道多穿些 我朝她安抚一笑 拉着她的手 就想朝着回家的方向走 可她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芝秋 你等等我 在我不解的目光中 她朝着木壳走了过去 这位姑娘 我夫人虽不会说话 可她并不会影响到旁人 若她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 你大可寻我叶家之人 多少补偿我叶家都会出 可若是有人特意来欺她 不会说话 受了委屈也说不出口的话 那我叶静芝也不会做那良善之人 无论是谁 都是需要付出些代价的 另外 今日叶某也有些话想说 也请诸位做个见证 一直以来 我叶家都有家训 凡是叶家子弟 一生都只可娶妻 不可奈窃 而在我叶静芝这里 无论日后发生什么 都只会有顾知秋一位妻子 目可的脸有些挂不住 指着我怒声说道 叶静芝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她的出身连我的丫鬟都不如 你选她 还未等叶静芝开口 我便上前一步 紧紧攥住她的手 叶静芝转头朝我微微一笑 最起码 她比你善良能干不是吗 姑娘 今日叶某给你留些颜面 还望你日后自重 别再来打扰我的妻子 这话实在有些不客气 目可再嚣张 也忍不住扫红了脸 跺了跺脚跑开了 我有些担忧地看着叶静芝 毕竟 民不与官斗 叶静芝轻轻刮了下我的鼻子 笑着说道 放心吧 叶家就算是商骨之家 那也是皇商 他们不敢如何的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说吧 她从袖中掏出一块泛着热气的烤红薯 我有些哭笑不得 自从我偷偷给她烤过一次红薯后 她就喜欢上了这东西 隔三差五的就会提起 我接过烤红薯 慢慢地撕掉外面的那层皮 露出烤的金黄的果肉 随后递到她的嘴边 她轻轻咬了一口 撒娇式地拽了拽我的衣角 没有娘子烤得好吃 要是一辈子都能吃到娘子烤的红薯就好了 好 答应的话脱口而出 她惊喜地看向我 知秋 你又开口说话了 下一秒 她又有些担忧 娘子 你日后还是少开口应承我了 可好 对于我偶尔能开口之事 她似乎知道些什么 每次婆婆提出 给我请大夫 为我医治雅籍之时 她总会找些理由反对 若我有些头疼脑热的 她像是如临大敌一般 可她却从未与我挑破 就像她从未与我深究 为何自我嫁给她之后 她的身体就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 这件事成为了我们之间 心照不宣的秘密 严灵开口 所愿必成真 夜静之 我愿燃烧我的生命 为你续上早该熄灭的灯火 而代价 你也早已付给了我 尾声 那晚 我们回去后便圆了房 事后 她揽着我 眼神中有些期待 知秋 你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我诧异地看向她 外面的世界 长这么大 我听大哥提过许多地方 会将屋子建在水上的江南水乡 能看到落日黄昏的大漠 中年白雪矮矮的雪山 我与父亲母亲商量过了 这辈子 我们都未曾能有机会走出过家门 既然上天虫新给了我新生 那便换一种活法吧 知秋 我们一起 亲自去看看可好 新生 是啊 这对我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新生呢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好 我们一起 去看看 夜静之番外 得知母亲要寻人 为我冲洗殉葬 我是极度反对的 可看着母亲哭倒在我面前的模样 我还是不忍地点了头 若我死了 放那个姑娘走 为人子女 不仅不能孝顺父母 还要连累父母一直操劳 如何还要再多连累一个无辜的姑娘 我闭上眼 心中不免有些唾弃自己 这些年 母亲为我学了许多名医 可最终的结果 都是束手无策 所以他们 只能将希望 放在这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 冲洗 喝夜静之 你可真是醉人了 定下成亲日子的那天 我吐了很多的血 母亲害怕极了 甚至想要那个姑娘 当天就进门 我拼命地阻止 满目祈求 若我今日不幸走了 也算是放过了那姑娘 可是老天并没有听见我的声音 那姑娘还是进门了 我看过她的生辰八字帖 顾之秋 是个很好听的名字 我不知她是不是自愿嫁给我的 但是我绝不能就这样连累她 于是我将我所有的银票都放在了床边 提前做好接应她离开的准备 可是她竟然不愿意走 新婚那日 她被人扶着坐在了我的床边 我伸手扯下了她的盖头 就看见了她那双小鹿般的眼睛 是个小姑娘啊 还是个不会说话的小姑娘 我将装满银票的包袱递给她 姑娘 磕磕 娶你不是我的本意 我不想 不想因我之过 害死任何一个无辜之人 你磕磕 你拿着这些钱快些走 我 我早已在后门安排好人接应 说这些话时 我忍不住地咳嗽起来 甚至狠狠地吐了口血 会吓着她吧 我这样想着 她起身想要去叫人 我连忙拽住她 看见我这个样子 换谁都害怕吧 可她却很细心地替我整理好 随后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一般 自顾自地洗漱 写在了矮她之上 我突然闪过一丝丝心 或许她是自愿的呢 或许她愿意陪着我呢 或许 叶靖之 你真是混蛋 我闭上了眼 忍不住在心中唾骂着自己 没一会 我听见了她翻来覆去的声音 我转头看向一旁桌上的牛乳膏 小姑娘应该都爱吃这个吧 我躺回床上 听着一旁刻意压低的咀嚼声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姑娘 既然你不愿离开 那便这样吧 也当是静之地贪心吧 你放心 只要我活着一日 便会护着你一日 就算过不了多久 我真的死了 也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 绝不会连累你 我中还是对着自己的私心低了头 你会长命百岁的 黑暗中 她的声音清晰有力 她会说话 我猛然坐起身 可无论我再说些什么 都没再得到她的回应 而后的日子里 她也从未开口说过话 哪怕被人欺负了 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记得母亲娘家 那个小表妹 就算走路摔了一跤 都得哭着 去找舅舅告状 更别说被人当面 阴阳怪气的指责 一股莫名的愤怒 从心中涌起 她长这么大 该受过多少委屈啊 连一个下人 都敢随便给她颜色看 是啊 如果有给她 无条件撑腰的人 又怎会让她 嫁给我这样的将死之人 叶靖之 既然无人对她好 那便你来吧 不知道是不是冲喜的缘故 我的病 竟然真的开始好了起来 母亲也有些不可置信 毕竟这些年 那么多名医 都束手无策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一定跟知秋 有很大的关系 承恩寺的缘起大师 是我为数不多的至交 缘起大师德高望重 医术更是高超 可面对我的病 她依旧束手无策 所以 当她再次来给我复诊时 也不由得有些不可置信 在得知知秋的事情后 她陷入了沉思 静止小友 或许老那知道是为何了 天下之大 存在着很多身怀不凡之力的人 而这些能力都是逆天的 所以这类人 无不都是身残有缺 听小友所说 这位知秋姑娘 大概是身负严灵之人 因为所说的话都会成真 所以她们大多数生来都有雅籍 严灵开口 所愿必成真 可这也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代价 我有些慌乱 急忙问道 大师可知 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缘起大师摇摇头 老那不知 但是看尽知小友这个恢复速度 他定是自愿且坚定的 这份真心 还望小友要好好珍惜呀 知秋 顾知秋 我忍不住抬手捂住了胸口 轻轻呢喃着这个名字 我叶静知何得何能得你如此相待 房门被推开 穿着翠绿色衣裙的小姑娘 正端着饭菜走进来 看见我 她笑眯眯地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的眼眶不由有些酸涩 叶静知 努力地好好活着吧 活着才能对她好 活着才能不负她的这番真心 活着去成为她最大的靠山 若她愿意 去成为她名副其实的丈夫 去陪她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吧 贝她过上她的白痴 创意